2018年乒乓全国锦标赛,在今日结束了女团巴基斯的争夺,国庭两大世界冠军丁宁和朱宇林全部止步办决赛,无缘最后的冠军争夺,这样的话到现在已经有五位世界冠军出局。 全国赛的地域难度可见一斑,刘诗文在之前的比赛中刘诗文率领广东队1比3惨罢给冯亚兰率领的湖北队,获得一次出场机会的刘诗文曾经在落后的局面下3比2逆转冯亚兰,但因为其他队员太不给力,最终这位在团体赛,取得全身奥运会冠军无奈只不时六强,与他有同样遭遇,但还有新科亚运冠军王满玉, 这位刚刚在亚运会取得两金一银的小将率领黑龙将对对阵实力强劲的天津队,从双方一号主力来讲王满玉优势较大,更无奈对方实力更加平均。 王满玉虽然上场独得两分,但因为队友是输球最终,只能不留时文后尘,同样以止步十六强告终,王满玉另一方面,由女平副队长舞阳,率领的山西队也同样因为整体实力不强而遗憾实力。 这样的话国平在十六强之前就已经有三位世界冠军遗憾实力,从这点来看这次女团比赛的难度可见一般。 相比较单独球人的实力强大,整体队伍实力的平均才是真理,王满玉和刘诗文的经历,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孙颖沙儿在今天的比赛中,也爆出了不少的冷门,丁宁率领的北京队一比三惨败给陈梦山落的山东队,比赛中丁宁先是三比而战胜刘高阳。 在随后,一比三不敌陈梦,本赛季已经遭遇到陈梦的三连杀,最大的我们还出在河北队同四川队的比赛中,上届未免冠军有着世界第一珠宇宁、牙镇,的四川队二比三不敌河北队,因汉指不办决赛,无缘对冠军发起冲击,河北队爆了四川队之后也成功上外,成为了本次团体赛的最大黑马, 河卓家其中河北队的小将孙颖沙的表现堪称惊艳,他在面对世界第一珠宇宁的比赛中表现惊人,三比一爆冷击败的对手帮助河北队取得关键一胜,这也是世界第一珠宇宁在团体赛中遭遇到的首次失利,最终河北队三比二险胜夺冠热门四川队,造出了本次团体赛的最大冷门。 当然除了孙颖沙另外一位小将河卓家也表现不错,不然仅靠孙颖沙一人支撑河北队,恐怕还要走王曼玉,丁宁等人的老路, 但可惜的是有河卓家在的话河北队可以说是双保险,已经具备了渡团体冠军的可能,后面他们将同山东队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后面他们能否一路暴门杀入决赛让我们拭目以待。